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哈娜娜娜 我上一个影片应该是关于旅行前常遇到的问题 是Part 1 今天是来个Part 2 好 那旅行前常遇到的问题堂版是第4 如果来到机场发现到航班业务了你应该怎么做 担心的人应该就只有 一就是没有转机的人 二就是有转机的人 转机就是从点点到B点 比点到C点 那没有转机的人其实根本就不用担心 因为你只是会从点到那里或者是会迟一点到那里 那如果是说有转机的人呢也别慌 如果你有转机航班也不了 一般上航空的员工呢 你都会帮你通知你B点到站的员工 让他们安排你后续的航班 那第二点呢就是你在不保证的情况下呢 你能够通知那里的工作人员 告诉他们你有后续还有航班 那你应该怎么做 那第三点就是你到了B点的时候呢 到中转柜台和那里的中转员工说 你上一个航班已经延误了 那这个航班呢能够把你换成什么航班 那记住记住记住 你在1点的时候 如果航班延误必须要和他们拿延误证明 那证明说你上一个航班是延误的 那你到B点的时候呢 你要换航班的话呢 那你也有一个证明比较好说 排行榜师第五的会是 中转的旅客要注意你的行李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有些人在A点的时候没有问清楚 行李会到B点还是到C点 那如果是说你的行李呢是到B点的话呢 那你就必须要取的行李再重新直接多一次 那如果是说你的行李是直接到C点的话呢 那根本就不用担心 你就可以直接到C点的才取行李 这个一定要问清楚啊 有些情况下呢是同一个航空公司 但是呢他们有些行李呢 是不能够只达到最后一个目的地的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问清楚的 那或者是说你在A点的航班 跟B点的航班 航空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这个的话也要问清楚 是不是应该要取行李再继续多一次 那排行板是第六的呢 会是孕妇要注意了 三个月也好五个月也好 那我可以从嘴巴说 啊我的宝宝才三个月可以坐飞机 但是你没有一个证明说 你的宝宝是正式是三个月的 所以呢如果是孕妇的话呢 一定要准备你的医生证明信 允许你可以上飞机的 又或者是说呢每一次去产检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本小册子的 加那一个书一定要带 因为那个书呢会记录你最一次 产检是什么时候 然后呢也有记录出你的宝宝呢 是几个星期大的 几个月大的宝宝 那最好就是有一个医生证明会最好啦 因为有医生证明呢也是最好说话的啦 那在旅行前记得这些问题都不要再犯咯 这些问题有可能你会遇到 那你今天你看了影片呢 你就知道应该要什么做 当然如果是说你有更多的问题 想要问我的话呢 都能够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然后让我知道我会回复你们的 然后喜欢我的记得要帮我点个赞 然后帮我分享出去 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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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帮我订阅我的频道哦 记得要按个小铃铛叮咚叮咚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by bwd6